我们经常都听到一句话 就说我们要成为先知先觉的人 不能够成为先知先觉 至少也要后知后觉 千万不要不知不觉 但是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人是否能够真的是先知先觉呢 我们常常都有个误区 有个误解 就认为说先知先觉的人 都能够真正去成功 那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世界上先知先觉的人 真的是一定能够成功吗 那先知先觉的人 我们就用一个名词 来去给他说套上去 这个名词就叫做造风者 也就是他把一个风造了出来 就好像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有很多人一直认定说 福特是第一个把汽车研究出来的 各位福特根本不是第一个研究汽车的人 他是之后才发现到 原来汽车是有这样子的方式 而去做了一些改造 他绝对不是先知先觉的人 那发明电话的贝尔也不是第一个把电话研发出来的第一人 所以就算是我们今天看到近时代的这个乔布什 他也不是第一个想象出这个智能手机的人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说 在整个世界上 先知先觉的人 几乎都不出名 都可能没有在了 那么如果我们说 你成为一个跟风者 也所谓是后知后觉的人 又会是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 在早期 刚刚出现在市场上的一些事业 一些企业的话 他们可能觉得 哇 这些事业在整个市场上兴起了 赚到钱了 可能也开始发展起来了 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商家 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 所以他们马上就从 根据他们这一些成功者所研发的商品 他们也跟着这个模式 跟着这个方法去进行 去做出这样子的商品 但是呢 往往当这个市场 已经来到了一个我们叫做饱和点的时候呢 这些后知后觉的跟风者呢 基本上他们不是赚不到钱 而是赚的钱呢 总没有我们讲的开拓市场者 他们所赚的钱来得多 所以呢 这些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一个很大的差别性 如果你今天只是为了做跟风的话呢 基本上你只能够吃人家留下来的饭菜 所以呢 今天 从这个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之中呢 我们没有方法成为这个先知先觉 也觉得后知后觉 也没有真正能够让我们本身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成果 那我们就要做中间的那一群了 中间那一群叫做什么样呢 我们叫做后知先觉 这种人呢 我们叫做预风者 什么意思叫做后知先觉呢 也就是说 当今天你看到了一些趋势 你看到了一些机会 或者你今天看到 发现到这个东西 是能够在市场里面 好像能够兴起来的 能够做起来的 这个时刻呢 你就要采取不一样的应对模式了 这个模式就是呢 我们本身可能是后知 我们不是第一个发明的 但是呢 你要在后期里面 懂得如何做研发 如何推出这个市场 让人们觉得 哇哦 你就是一个开创者 你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 其实在市场上 我们可以发现到的 这一些成功人士 他们所谓被称为先知先觉呢 其实都是一个 我们叫做 可能是一个错觉的感觉 他们不是真的是先知先觉 其实他们都是后知先觉的 而是说 今天他们能够发现机会的那个步伐 比人家快 他们能够更早的 找到一个方式 如何把自己推在前线 让人们看到 反正先知先觉者 他们可能买一头进去了 买一头苦干 没有真正看到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后知先觉者 他们能够真正的 看到这个市场上 有什么机会 有什么商机 而让他们能够真正的 把自己本身的那个事业给做起来 这些人士 目前为止 都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市场上蛮成功的 那当然了 我们不能够成为 这个造风者 也不要成为这一个 叫做跟风者 我们必须要尝试成为这个预风者 这三个我们都不去做的话呢 那千万也不要成为 逆风者 最可惜就是在整个市场上 我们发现到不少人是一种逆风者 逆风者是什么样呢 就是他看到了一个潮流的出现 他看到了一个可能说现在我们所讲的一个趋势的出现 他不跟趋势不用紧 他反而还在开倒车 还在讲一些可能很难听的话 甚至让自己不跟上这个潮流 或者逆道而行 各位 这个市场上呢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常说一句话 叫做英雄造时事 但是有的时候啊 你不要忘记了 偶尔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伟大 其实有的时刻呢 是时事造英雄的 就好像我们说的 一个时代的改变呢 是因为出现了一些冲击 一些改变 而让整个业绩变成不一样 数满年代的到来 是因为网络的出现 是因为有了这一个科技的方便 所以才能够真正的盛行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连锁店 可以看到一些可能高档的产品出现 就譬如说咖啡吧 咖啡能够出现这么高价格的一个 一杯很高品质的咖啡 如果这个咖啡啊 是开在70年代 你是想想看 这些咖啡馆是否能够生存呢 肯定是不能够 因为呢 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件事情呢 我们都可要去明白啊 先人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并排下来的话呢 天时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不一定是人和 所以天时就是我们所讲的时机对了 趋势对了 那我们本身能够采用合适的一个地利 我们就能够真正地在天时配合地利的情况底下呢 再加上你本身的一个团队 你的人和 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事业搞起来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明白了 今天在这个时刻呢 我们尽可能看到了一个机会之后 从这个趋势里头呢 去创造我们本身可以成功的一个条件 就要成为这个预风则了 这种预风则 我们下一次 但是一家的预风则 然后一家的预风则 然后一家真的预风则